《立場新聞》涉嫌發布煽動刊物案 除了兩位總編輯之外 還有《立場》的駁客被捕 包括傳媒人歐嘉倫 他去年4月被捕 但沒有被檢控 拿到保釋走出警署 帶護照就一直被扣 多謝大家關心 案件指控17篇文章具煽動性 當中9篇是駁客文章 即是由駁客、Blogger寫的評論文章 他們究竟發表了什麼言論 被指控涉嫌煽動呢? 我是獨立記者鄭思思 和雜誌社聯成 製作的年三集有關《立場新聞》 被指涉嫌發布煽動刊物案的Podcast 透過聲音演繹 呈現審訊 我就是問你 你理解的是什麼事實基礎 我不會形容是魔爪 反共實是巨大的權力來源 我們第一集講了煽動意圖 第二集開始講煽動刊物 聽了涉案的新聞報道 如何被指控煽動 今集講涉案的評論文章 總括而言 控方質疑涉案的評論文章 第一 批評沒有事實的基礎 第二 沒有提出改善建議 第三 沒有提供Full Fact 構成了煽動 你不知道什麼叫Full Fact? 那要聽一下審訊 這個是控方舉證的一個重要關鍵字 來的 叫Full Fact? 叫Full Fact? 叫Full Fact? 《香港新詞》這篇博客 文章內容主要是回顧2020年有什麼新的關鍵詞 文章規劇圖 下面有《立場新聞》的印 是你們設計? 是 被告之一 《立場新聞》 之前總編輯中配拳 確認這幅配圖是美術組的設計 是在香港景上 Key了一隻很大的手 這隻紅色的手有四顆星 我會想起中國國旗 我會說是象徵中央政府 或者象徵來自北京的權力 但是四顆星是代表中國? 我不可以這樣說 那張圖表達來自北京的權力 影響香港 用來配合文章 它不單止是影響 那隻手我可不可以形容是魔爪? 我不會形容是魔爪 但確實是巨大的權力來源 我們知道國旗的大聲是代表中國共產黨 這個你知道嗎? 是 剛才說手指弓在山後面 可不可以解讀做 中國共產黨是背後操控? 我就沒有這樣解讀 我覺得可能圖片設計 純粹可能是美感 我沒有你的聯想 但是整篇文章的脈絡 其實是否講中央控制著香港? 不如你讀完整篇文出來吧 仲培權在庭上把整篇文讀出 以下是一些節錄 他讀第五段 這個戰狼是指中央? 我理解它是指中央 那你當時想的事實基礎是甚麼呢? 我很難回憶 但這種寫法是對整個大變局一個綜合的形容 提出一個擔憂 舉例甚麼是改變遊戲規則 甚麼是崩壞 這裡我會形容是當時政治環境 我理解到有一定的事實基礎 我就是問你 你理解的是甚麼事實基礎 怎樣改變遊戲規則呢? 剛剛我說了 透過防疫之名 有很多社會措施 甚麼不再掩飾真靈面目? 可能他形容政府、當權者 實施一些社會限制措施的意圖 他用真靈面目 我覺得這種修辭、比喻 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質疑 針對權力機關、當權者的批評 要容許最大的自由、最大的評論空間 但我就這樣看這篇評論文章 我看不到事實基礎在哪裏 你都回答不到 我說了我的判斷 防疫之名 衍生一系列社會控制 限聚集會 內地健康碼 社會控制手段 但你說的事實基礎 都沒有在這篇文章裡提到? 我想這篇文章 是想就2020年做提綱揭令的點評 不可能每一個背後的事實背景 他都解說一次 因為評論文章有自數限制 他不是學術論文 評論文章最重要 要很清楚提出觀點 有一定事實基礎 整個寫法是言論自由允許的 不同陣型之間有大量這類風格的文章 要每句所依據的事實 如果沒有清楚交代就不能刊登 那麼很多評論文章都刊登不到 其實這樣大大握殺了言論自由的空間 但是我看完整篇文章 都看不到事實基礎 你看不到 但我想很多關心香港社會 對2020年香港社會變化有關注的人 我相信讀者會理解到他的批評所指 你說理解不到 不代表沒有這回事 我理解不到 那豈不是很容易被你煽動 甚麼 洪方對涉案評論文章的第一個質疑是 文章作出的批評或者指控 並無事實基礎 洪方結案陳詞這樣總結 歐加倫以多個負面描述形容中共 不但沒有任何事實基礎 而且沒有討論空間 內容明顯單純煽動 讀者對中央的不滿和仇恨 而立場新聞製作相關的政治漫畫 去配合歐加倫的文章 可想言之 歐加倫的意見就是立場新聞的意見 批評是沒有問題 大界線是批評之餘 你會引起市民的憎恨 我不覺得歐加倫的文章 會引起人憎恨政府 我經常覺得 只要你有開放的言論自由環境 對政府 對當權者批評 可以透過那個多元自由的辯論 可以拿到公運的評價 你要相信香港公民有這個能力判斷 也要相信多元環境有這個好處 如果好主觀說某些寫法引起憎恨 我看不到清晰的界線 這樣造成的寒蟬效應很大 你說沒有了五十年不變 那不是引起市民憎恨政府嗎 去到憎恨這個字眼 我不懂得怎樣再演繹 你不讓人批評政策法例 公權力行使 真的會令公民 令人民 滋生很強烈的不滿情緒 反而如果你真的希望社會 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不會去到一種仇恨的地步 正正要有最充分的言論自由空間 讓那個聲音自由發表 正正因為香港沒有充分的民主制度 一個充分的言論自由空間就更加重要 如果不是 可能真是會滋生你所擔憂的仇恨政府 仇恨當權者 鍾佩權反覆強調 充分的言論自由是對國家最有利 過去內地文革和三年大饑荒 正正是失去言論自由下造成的人禍 教訓深刻 他認為批評政府不是要挑起仇恨 而是要化解仇恨 但控方就認為 歐加倫是無中生有 製造三波敵視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言論 而無論如何 保障國家安全是限制言論自由的合法目標 伍淑娟並指文章是沒有提出改善建議 是控方對涉案評論文章的第二個質疑 因為根據法例 如果刊密指出政府的錯誤 目的是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 或想消除各階層的敵意 這樣才不具煽動性 你說批評之餘都有目的 是想矯正錯誤 這篇文章沒有提及 其實指出錯誤 本身就是評論文章很重要的目的 不會要求每篇評論文章 所謂提出改善建議 如果他批評的問題寫得清楚 改善建議用你的字眼 其實很不言而喻 那就沒有改善方案 譬如他批評DQ不合理 一般正常讀者自然會理解不應該DQ 解決方法就是不要DQ 這些是一般評論文章的寫作風格 我很難想像你想像的評論文章 不是這樣 是煽動文章才需要這樣的風格 我想你真的要多看評論文章 不管作者立場 其實評論文章真的是五花八門 可以很溫暖 苦口婆心 有些可能很激烈 有些長篇大論 提供一堆事實 好像政府文件一樣 亦都可以很精簡 好像歐加倫文章一樣 這個是風格 如果你說這種評論文章的風格 就是煽動風格 我絕對不同意 公檢法系統獨攬大權 香港警隊變身強力部門這一句 這句是指控來的 怎樣討論 為什麼不能討論 警隊為什麼會變成強力部門 這個就是討論起點 你可以否認這樣的事 逐單案去辯護 今時今日 要冒著被攻擊被追究的風險 都願意提出一個意見 我理解歐加倫本著 那個知識分子的良心 提出批評 為什麼會沒有討論空間 但是 就是看不到有什麼解決方案 有個很老土的說法 提出好問題 已經是重要的起點 如果這個質疑有社會基礎 有民情民意關注 作為起點 大家去尋求解決方案 不會在一篇文章裡面解決 這種要求都是不切實際 審訊的爭議又來到這個法律觀點 好像上一集的討論 法例容許的指出 或者矯正政府錯誤的文章 究竟是怎樣定義 是否一定要有控方所說的改善建議 也或是中配權提出的寬闊理解呢 法庭的裁決將會非常具指標性 而控方除了質疑文章作出批評的時候 沒有事實基礎 沒有改善建議 還有第三個質疑 就是文章沒有提供全盤的事實 Full Fact 譬如控方盤問歐家倫另一篇評論文章 請讀出 律政司手執利劍 操檢控生殺大權 告或不告 從不主動解釋 但其實律政司的慣例 一向都是不需要被檢控原因的 有些印象 例如我告他 我將檢控原因說出來 就影響審訊公平性咯 還有你經常都在電視上見到 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不再評論 你知道的嘛 有些印象 控方向你指出 他這個說法 公眾人士是不會看到 律政司一向都不給檢控原因 這是由來已久的慣例 我會說這個寫法 作者反映了當時不少人的質疑 我向你指出 這裡沒有這樣寫 公眾就不知道律政司的慣例是不解釋咯 但是作者想指出的不是這件事 他想說那段時間有這麼多爭議的案件 很多疑慮 政治上雙重標準 說得白些 覺得有政治檢控 他想質疑的事 基本上不是討論你剛才說的問題 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對法官司法的不實指控 會更加削弱大眾的信心 這樣是可不可以接受呢? 我用你的問題前設 假如不實指控 如果政府迅速有理有據去反駁和澄清 反而更加鞏固信心 歐加倫的另一篇涉案評論文章 煽動作為一種法律武器 文章寫道 劉曉波發表零八憲章 要求政治改革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囚禁致死 控方又質疑這個遮部分的事實 說劉曉波並不是被判處死刑 而是病死 又說文章沒有寫 零八憲章提倡中國建立聯邦制度 這些違法的行為 指控文章說法偏頗 沒有全面的事實 但鍾沛權不同意 任何文章 沒有你所說那麼周全 要將所有事件全部鋪排出來 還要說正反雙方的意見立場 不可能基於這樣的假設 去作一個文章審查 去作一個刑事指控 我只可以說 如果這次檢控 檢控官 你想透過逐句去挑剔評論文章 好像想形成一種寫評論文章的紅線 或者風格的限制 好像想定一套前所未有的框架 我其實一直很疑惑和很擔憂 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 也在結案陳詞提出質疑 說文章並無事實錯誤 不是寫錯誤 而是被指控寫漏誤 那怎樣為之足夠呢? 如果你給意見 就要引述全部事實 要full fact 甚麼是full fact呢? 都可以有不同意見的 怎樣為之足夠呢? 例如劉曉波 當時五專員說 編文寫囚禁致死 不是喲 他是在獄中死 但不是判死刑 如果你敢說要full fact 如果不是 人家會誤會 這樣對言論構成很大掣爪 例如報紙 你也一格 可能只有600字 即是你說不講得意見了 因為要有full fact 不過控方認為 如果鍾佩權說為了公眾利益 而刊登文章 並無煽動意圖 那就應該要求評論文章 在全面的事實基礎下 作出合理、理性和負責任的分析 讀者才可以有建設性的討論 歐加倫的文章 還有批評委任國安法官 黑商作業、損害司法獨立 而審理的 正正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郭偉健 他也有主動問 文章批評時 為何沒有交代足夠的背景 你認識歐先生嗎? 他自己是否讀法律? 我不知道 但他似乎都跟足法庭消息 他有沒有看法庭判詞? 我不清楚 你自己呢? 視乎甚麼案件? 譬如唐英傑案 法官郭偉健說 唐英傑曾向袁仲廷申請人身保護令 判詞提到 指定法官是符合司法獨立以及人權 因為你說法律不公道 但當時兩位大法官都說 歐洲人權法庭沒有問題 當時有寫出來的 作者要寫評論文章 批評這一點 是否要看這個呢? 我不可以說 對一個議題的評論 要看甚麼文件先 當時這個是第一宗案 法庭判決 歐先生不應該去看看嗎? 一來我不知道歐先生有沒有看 看完他或者可能不同意 二來我覺得作者不是要看完所有材料 才可以評論某個議題 如果他自圓其說 提出的質疑有他的角度 即使他遺漏了 在某些人眼中應該要看的材料 都可以發佈 當然你說評論質素 不合理 不公道 因為他看漏文件 是可以討論的 因為可以做反駁 解釋澄清 政府有這個責任 那你認不認同 當香港法律英司法程序 都可以合乎一些國際公約的 包括歐洲人權法院 都說沒問題的 你不覺得應該說出來嗎? 不一定要求某個作者說出來 他提出質疑的時候 是不是同時有責任 將法官閣下你提出的 類似的反駁文獻寫出來呢? 我不知道 我問而已 這個是判詞來 正正解釋法律的判詞 歐先生正在評論法律 但為什麼他不需要看呢? 一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 二來影不影響他提出的質疑 很多可能性 可能作者看完覺得不值一提 可能判詞沒有對應他提出的指控 包括指定法官名單不公開 準則不公開 任期之後怎樣延續又沒有公開 資訊不透明令到整個安排被質疑 那就要看過判詞才知道 好 除非你有新的東西想說 你有沒有其他東西想補充? 沒有 這份唐英傑的判詞 連控方事前都沒有準備 法官指示要呈上法庭 交給法庭考慮 九篇涉案博客裏面有四篇是歐加倫 另外三篇就是羅冠聰的博客 三篇都被控方質疑 沒有在全面的事實基礎下作出批評 譬如 沒有提及有些什麼事件 是引證到文中所寫的 被失蹤、被侵犯、被長年囚禁 或者沒有事實基礎下 就指控國安法是親建制人士 和當權者的同流合污 控方以羅冠聰其中一篇博客 香港美麗島為例 文章形容民主派初選案大搜捕 和台灣美麗島事件很類似 控方質疑文章根本沒有解釋 什麼是美麗島事件 沒有足夠的背景 如果我不知道美麗島事件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通常對這些有一定認知的讀者 他會自己對作者這個類比 去想正不正確 合不合理 是不是豐富他對四十七人案的認知 如果對美麗島 如果沒有什麼認知 通常一個被文章吸引的讀者 我理解通常做法就是Google 我向你指出 你假設我有理性 但我就這樣看這個文章 我是不會明白你那個美麗島的意義在哪裡 變成我會看到中共打壓是最明顯 你同不同意? 不同意 控方向你指出 你會預計到這篇文章 是會引起讀者對中央政府 香港政府 甚至是司法的爭行 不同意 我不會有那個預計 我不會說是你的意圖 但你作為編輯 對社會有認知 一直對民情有把握 就一定有這類的預計 不同意 我沒有這類的預計 我們這麼相信言論自由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 如果時事覺得人是非理性 容易被誤導 所以官方、精英、權威 需要事先進行思想言論審查 這件事在我心目中 我是不會接受 不過控方說 如果評論文章意見一面倒 在沒有足夠的事實基礎下 就會誤導了讀者 煽動了讀者 入了腦救不回 控方呈上文章的網民留言 被法庭考慮 譬如其中一篇涉案評論文章 陳佩敏寫的 《這星期給香港人的通識題》 陳佩敏是鍾佩權的太太 控方在審訊開初 向法庭呈交他們的結婚證書 陳佩敏也是前《蘋果日報》副社長 2021年年中 被控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一直懷押 在獄中因為立場案一度被捕 而在這56天的審訊 鍾佩權多次提到太太 都會聲音耿煙 需要冷靜 陳佩敏的文章寫到 《談得志快必》 因為喊光時口號 被控煽動 是已言入罪 大興文字獄 但控方說 其實快必擺了20次街站 又有多次獄警的言論 認為陳佩敏只是根據片面的事實 煽惑讀者的觀感 於是引起了很多憎恨的留言 伍淑娟在庭上讀出 根本是已言入罪 怎會有人喜歡這個地方 警暴自說 真行無停止過 天滅黑境 你看讀者有什麼反應 就可以看到那個文章的效果 伍淑娟在結案陳辭還說 不需要證明文章煽動了任何人 只需要證明被告 預計到文章有潛在的煽動效果 已經構成罪行 辯方代表大律師余若薇 就呈上包括政府和警察 Facebook上的網民留言 發現當中也有不少反政府和仇警的言論 認為這些只是反映了一直存在的文情 而不是被煽動出來的聲音 余若薇在結案陳辭指出 煽動罪寫的引起憎恨或藐視 如果定義太空泛必定違憲 所以認為控罪應該只限於 對國安有實質的風險 其實看回結案都沒有任何指控 或十七篇文構成對國安的實際風險 這個很重要 不是說她說了的東西政治上不正確 或者引起部分人可能有情緒反應 如果你採取這麼寬鬆的尺度 言論自由當然無存 究竟法庭會如何裁斷 如何考慮網民的留言 又是否要在全面的事實基礎下 文章才可以作出批評 如果是 由誰去裁定 事實基礎全不全面呢 總括而言 控方質疑涉案的評論文章 第一 批評沒有事實的基礎 第二 沒有提出改善建議 第三 沒有提供full fact 即是 足夠全面的事實 構成了煽動 辯方說控方這三個標準 很多評論文章都做不到 為何只是告立場新聞 與日媚呈上了十篇評論文章 包括《人民日報》的社論 社論批評法官是 亂港者的幫兇 司法成為獨立王國 辯方認為文章一樣沒有羅列示例 就提出嚴重的指控 庭上有說過無線新聞的節目 大公文匯升到這些專欄等等 很多評論都是一家之言 沒有包含各方的意見 伍淑娟說告不告要看背景和意圖 相同內容的文章放在不同媒體 效果都未必一樣 要看發布的情況 例如有兩個人分別在超級市場 拿走了貨沒有付錢 一個就認偷虧 一個就說不記得付錢 那是否檢控就看他們有沒有犯罪意圖 以及提控是否合乎公眾利益 留意控方在審訊中 有指控博客的政治立場 譬如情相歐加倫 檢控基礎以外的八篇文章 是潛逃外地 在境外長期倡議港獨的違法分子 控方並質疑立場新聞 除了是傳媒 還是政治平台 余潤媚在結案層遲反駁 我現在做的事是正當的事 是正常做新聞 是辦報 等於蔡玉玲去查冊 是人人都這樣做 認為是合法 其他人都是這樣做 是做新聞 你不可以說我唯一目的是犯法 是煽動 不是何必偏偏選中我 不是那麼簡單 選擇性都要有關鍵的 在第56日的審訊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完成 法官郭偉健說 要多些時間去考慮裁決 法庭要押後大約三個月才宣判 當時旁聽直嘩了一聲 不過原來押後三個月都不夠 法庭在9月底突然要求再押後 最後定在11月15日宣判 56日的審訊我們聽到這裡 原諒三集的Podcast 沒辦法說完所謂的Full Fact 沒辦法說完庭審的重點 譬如庭審有說過 歐洲新聞倫理首則 有說過網上Echo Chamber 回音谷這些問題 還有煽動罪半年檢控期限的爭議等等 這些都未能夠一一世說 希望有興趣的聽眾可以自己找一下資料 因為我也相信 每一個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 《立場新聞》是回歸後第一宗指控傳媒的煽動案 和過去一般的煽動刊物不一樣 法庭審的是記者的報道和訪問 是表達意見的評論文章 11月15日的裁決會告訴我們 究竟法庭認為立場和那兩位總編輯 有沒有煽動意圖 十七篇散案的文章又是否具煽動性 傳媒是否有新的守則和指引 評論又有沒有新的紅線呢 一切都要等候裁決 新聞有價希望大家付費訂閱支持雜誌社 撐起專業報導 兩位總編